欢迎来到分享沙楼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要献祭 立位祭之所以这样称呼 是因为它主要设计祭祀的律法 祭祀是立位之派的后裔 立位祭主导的主题 就是祭坛上的祭品 动物祭品象征着更大的献祭 就是献祭者献出的他自己 为什么犹太的小孩 从立位祭而不是从创世祭 开始学习陀拉 但是因为小孩子是纯洁的 而献祭也是圣洁的 因此让纯粹的人来从事纯粹的研究 在献祭仪式的背后 存在着献祭者的意图 因为人灵魂中的动物性和神圣心 在不断的为统治权而争斗 动物性在每个人身上 有着不同形式的表现 但普遍表现在对世界的追求 满足身体上的快乐 而不是渴望侍奉神和关心灵魂 使世界更加美好 动物祭品一般分为四类 翻祭 赎罪祭 赎前祭和平安祭 翻祭的祭品完全陷在祭坛上 除了动物的皮 赎罪祭和赎前祭的祭品 将在祭坛上部分燃烧 其余的由祭祀消耗 而平安祭的祭品 将在祭坛祭祀和献祭的人之间来分配 那为什么要献祭 献祭主要不是关于 屠宰动物身体的行为 而主要是一种精神服务 在基本的层面上 如果献祭是为了弥补一些 无意中的过犯 那么人们就必须对所发生的事情 感到懊悔 为了帮助实现真正的悔改 他会认识到屠宰动物所做的 以及动物的感受 本质上应该做在他的身上 理解献祭的另一种方式是 人们作为祭品献给神的动物 象征着我们自己的内在的动物性 就是我们的本能和原始的欲望 当我们渴望将我们的本能和欲望 与神的旨意保持一致 我们就将自己内在的动物性 交给神 让他们顺服于神 这样他们也可以寻求 遵行神的旨意 在立位集第一章 关于自愿奉献的律法 首先给出 人们会认为 陀拉应该从义务奉献开始 但这些都留在后面 陀拉从自愿奉献开始 意味着所有的奉献 即使是强制性的奉献 本质上都应该是自愿的 自愿奉献是由 认识到奉献的精神意义的人提出的 他知道祭品必须表达人 而非动物的内在过程 重要不是动物的大小 或令人印象深刻的程度 而是内心的意图 希伯来文的献祭 Kobon 以此表示了 献祭者的思想和心灵参与的重要性 这个字源自于动词 就是使接近 奉献的经验 包括将自己奉献给上帝 将自己的心 才感和能力奉献给上帝 从更深层次来看 献祭是一种思想和心灵的体验 即使献祭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是因为我们的内在的本质 我们的神圣灵魂 始终本质上意识到我们与上帝关系状态的真正意义 以及需要以何种方式增强或改善 这就是献祭的目的 托拉从自愿奉献开始讨论一般的奉献 这显然涉及奉献者的思想和心灵 表明所有的奉献 即使是那些出于义务而奉献的奉献 本质上都是自愿奉献 因为它们源自于灵魂的天生的渴望 就是要亲近身 利未经一章二节提到 从牛或羊群中献上你的祭物 我们内心的动物本性可以有多种的伪装 有时候我们的动物灵魂就像一头狂暴的牛一样 具有攻击性 粗鲁而有力的碾压任何挡道的东西 在其他的时候或在其他人身上 它可能就像一只挡却的羊 很容易心甘情愿的 缺服于自己的渴望 无论我们的动物灵魂是什么样的动物 都必须克服它并且牺牲它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接近上帝 献祭的动物包括公牛或牧牛 山羊或绵羊的 公牛和牧牛对应于亚伯拉罕以及慈爱的属性 山羊对应于以撒以及敬畏和力量的属性 绵羊对应于雅各以及美丽和怜悯的属性 牛也代表着灵魂中攻击性的部分 献祭要纠正我们过度攻击性的负面的特征 山羊代表灵魂中厚颜无耻的部分 献祭要纠正我们放肆和毫无遮拦的负面特征 绵羊代表灵魂中不受约束的欲望的部分 献祭要纠正我们不宽容的负面特征 图拉教导 祭品必须来自你自己 每个人都必须寻找并且清楚地认识 自己内在的动物本性 必须了解自己的感受和行为的本来目的 而不是这样错误伪装成美德 而是愿意改正他们 献祭不是一些无法理解的象征 而是强调他必须查看自己的内在自我 奉行的价值不是以祭品的昂贵程度来衡量 而是以人向他的造主奉行了多少自己来衡量 如今没有圣殿我们如何献祭呢 我们今天的祷告代替了献祭 除了向神祈求我们的需要外 祷告更是专注于自我完善的过程 就是将我们灵魂中的动物性交给神 提炼我们的动物性倾向 并且将其顺服于神的旨意 敬请期待更多的关于献祭的分享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帮你读书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让我们一起从希伯来原文和犹太根源学习陀拉 陀拉是神的教导 人生的指南 欢迎订阅分享 小龙说人给予一个祝福的赞免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